我娘用的奶芝真的好吃 这个尤其是准备的 大量 还有很甜 分源香今年生产的荔枝结石累累 产量创下近年来新高 可以说是物美价廉 彰化县政府为了帮农民销售盛产荔枝 13日上午在分源香农会举办 107年彰化县企业认购荔枝活动 为县长欢迎民众多多选购现产荔枝 品尝甜美滋味同时帮助农民 分源香是我们彰化县生产荔枝最重要的一个产地 那分源香农会对今年的荔枝的盛产 也很努力来销售 所以我们结合企业界来这里认购4000盒的荔枝 那希望能够稳定这个价格 那我们也在这里呼吁我们的乡亲 多多买我们分源香的荔枝来送给亲友 今天我们分源香农会全面开始收购黑叶荔枝 因为就是因为目前市面上的价格比较低 而且我们山上山区的黑叶荔枝都 因为今年降雨量很少 所以大部分都是果肉都很小 所以卖相不好 所以我们很多农民都跟我反映说 种的我们这些乃籍都洗掉 不知道怎么办 你们农会有收吗 所以我们经过很多的决定 跟我们所有的主观讨论结果 然后经过我们农业处 我们农党卫民旧的辅助之下 我们终于开落全部收 每公斤收18块 后来大小粒不管好买的 我们总收 只要不要炒算的 不要太差的 我们农会大小粒总收 帮农民稳定这个价格 县府辅导协助分源农会 以每公斤18元收购全县内黑叶荔枝 工商发展投资测进会 更结合县内十多家企业认购立资 预估认购4000盒6000台金 保障农民一定的利润 维护农民的权益 好啊 这样很好啊 有一个工程介绍 这方面不敢一个日来 为县长体恤农民的辛苦 特别交到我们工商测进会 能够结合企业界的力量 来踊跃认购 那这次在我们工商测进会的呼吁之下 有几十家的企业 总共认购了将近6000台金的律资 我想对我们消化这个律资的产量 还有能够协助农民应该不无小补 彰化县荔枝生产面积总计942公顷 以分原香的黑叶荔枝和糯米荔枝 生产面积最大 分原香仅邻八卦山山脉 以及大渡溪河畔 靠山临水生产出来的荔枝口感Q弹 甜度适中 今年荔枝滋味特别甜美 欢迎各界向彰化县分原香农会选购 公益频道林俊明分原采访报道 期待 Ash